蜘蛛奶茶雪花冰淋上煉乳 上面还有好大一球冰淇淋 看起来超诱人 还吸引韩国网红专程来吃播 为在台北市东区的这间甜点店 专卖视觉系美食 吸引大批网红来打卡 还上过美食节目 如今却爆发劳资纠纷 他有回认状况不佳 他不要我 他说我们这个店是小店 所以是没有离职单 没有离职证明 他说办理退吧 就可以算是离职 所以你要领事业 究竟也领不到 对对对 林先生说去年11月 到网美店上班 曾获得老板同意 7月时留职停薪一个月 当时老板三不五时询问 孝子当晚没 我们很需要你 尽快回来 想不到回到店里上班后 他不愿意配合更改 上班时间惨遭开除 若移工做满一年来算 预告资前20天工资 加上未修的特休假7天工资 还有半个月资前费 以及劳退 以林先生月薪 41500来算 可以领73624 但老板却不认账 认为去年7月 一整个月不是请假 而是矿值 年资同算 所以什么都没得领 他的意思就是 就我去啊 我去检局啊 没差的感觉 他那个时候 从7月跑的时候 就算是 中方认识的 那个金额和差距的 但是点 但林先生还说 自己明明领41500元月薪 资方报他保的劳保 却都是23800 显然高薪地暴 这可能有所谓的 诈欺得利罪 或者是说 死公务员登载不死的一个状况 那诈欺得利罪的话 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后那个 死公务员登载不死 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劳资挑起无效 最后只能对不公堂 往美电流上欠薪正义 恐怕伤了名声 三立新闻 小雨之周宁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